六周选举将在明天开战 不过,市场分分提早入场布局 让选举为战先热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婉姓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六周选举将在明天开战 APEX证据院相信 成为同事者焦点的选举成绩 将天动部分政治关联股 在下周的表现 尤其是团结政府和国盟两大阵营的首脑人物相关股项 其中,被认为与首相拿出斯里安华有关的先进协作 马联工业和砝码控股 皆在大选后大幅走高 分析员也说 相对而言 如果国盟在周选获得大胜 土团党首领丹兹里木油丁的相关概念股 例如议电机构和Tremium环球 会会意外上涨 目前,福士隆宗旨的主力在1465点 如果团权政府在周选表现出色 为外资重返少数政治不确定因素 马股将有望向上突破 上调1510点的更高主力点 相反,一旦国盟大胜 有机会在国会通过对首相的不信任动议 马股可能会回退到1437点的扶持水平 我们来换个焦点 明天就是六周选与刮剌增加楼国会议席补选的投票日 大马选举委员会敦促选民 不要在最后一刻才出来投票 同时提醒雇主要给予雇员合理的时间出来投票 宣文会秘书拿督伊克马鲁丁表示 雇主需要给予雇员合理的时间出来投票 而这也是1954年的选举违规法令所采明的事项 期间雇主不能削减任何选民的薪酬 或基于他们没有在这个时段上班而向他们施予任何惩戒 另外选民受诉始终对选票保密 不要拍下其邮寄选票的照片并上传至社交媒体网站 我们来换个焦点 联国总统拜登表示 担心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 已经把美国变成一颗可能威胁到全球其他地区的定时炸弹 拜登指出 中国面临麻烦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退休年龄人口超过劳动年龄人口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作为美国投号地缘政治对手 这次的言论却是令人担忧 这位总统试图寻求微妙的平衡 一边威慑中国的经济手段和在南海的行动 一边与中国领导人实现外交和解 并防止双方关系跌至低谷 MIDF投行研究乐观看待iHash医疗集团中构沙拉月股进医疗中心的计划 因为方人沙拉月的医院需求将会走高 考虑到沙拉月一直在开拓工业发展以及石油和天然气领域 这可能会为医院护理带来更多的潜在需求 现阶段 在等待iHash医疗集团公布最新业绩 以及有关收购仍在初步阶段 行家继续维持该集团的经历预测不变 行家维持买入评级 目标价60级57线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股项 腾达科技首半年经历一报4490万领级 占大华寄险研究与市场全年经历预测的42% 符合预期 尽管依然有成本上的压力 但行家了解到目前良好的销售 正减轻盈利下行的压力 最新订单量占报6亿500万领级 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下半年的经历预计会更强劲 此外 汽车与医疗领域业务的快速崛起 贡献约三分二的营收 让集团高速增长 而且在多元化产品类的带动下 抵消了电子光学及工业消费领域需求放缓的影响 调整模型后 行家将2023财年净利下调5% 不过维持买入评级和6年级20线的目标价 我们来看下一个股项 先手的产托2023财年首半年核心经历为3530万领级 对于丰隆同行研究的预期 但符合市场的预测 分别达全年预测的45%和50% 该产托的净利表现与行家的预测有落差 主要是旗下产业应云开销以及融资成本高于预期 在成本走高影响下 行家将该产托 今明后财年的净利预测 分别下调6.6%至7% 行家将Centra产托的目标价 从原先的81线调及至75线 不过维持手续平级 请期待 请期待